国内的AI伺服器代工大厂伪创 现在传出每位员工的平均年薪有16到18个月 美国薪资报告就显示 目前年收入最高的族群大多都集中在SCEM科系 也就是理工相关的产业 那稳足的人又该如何翻身 人力专杂就说了 其实可以靠专业的证兆来当敲门砖 薪资还有机会多出5000块钱 习开千桌超大阵容代工大厂伪创 每年伪牙都盛大举办 但更让人羡慕的总是分红开奖的那一刻 今年在AI伺服器业务畅望下 连单纪员工酬劳都提列到6.19亿元 传出不止保障14个月年薪 加上绩效分红 每位员工平均一年可以领到16到18个月 虽然对此公司不予评论 但科技厂薪资好早就不是秘密 根据人力银行观察近十年数十万笔资料 半导体产业在今年平均月薪达到5.9万元 年增幅4.6% 远远超车 稳阻科系 商馆类型就是也会有一些 例如说怎么用一些数位软体 或者是跟科技业结合的部分 就商馆其实也可以往科技业去发展 找公务人 对 我跟我想一样 公务人 薪资稳的你压力未必 但就是 比较有机会 比较稳定的工作 虽然不少学生继续生根产业 但如果想转换跑道 也可以拿证照当作敲门砖 因为根据统计 有超过六成的企业 会优先录取具备证照的求职者 甚至也有企业会依照证照的等级 来提高值等 平均薪资能多出超过5000元 比如说ESG绿能 或生技医疗相关产业 因为它的前景可期 对于未来的发展性可能会非常的好 那另外在金融相关的产业 虽然给大家一种比较平稳的感觉 但是近几年 其实金融相关产业 他们的获利营收表现非常亮眼 屡创新高 虽然文族薪资比不上科技业 但现在世代资源广 学习机会多 文族也能斜杠或转换跑道 提升自我竞争力 记者 傅宜文 陈宇志 台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